台灣的冬天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談台灣的冬天 台灣屬於負熱帶氣候四季分明 夏天主要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 往往勤勞炎熱 而每年的11月到隔年的2月 北方的大陸冷氣團將會逐漸的增強 並一波波的南下影響台灣 這張圖是摩世的地面溫度廠以及風廠 藍色為低溫的區域 也可以大致視為大陸冷氣團的範圍 其東側的東北風 也會隨著大陸冷氣團的強弱 一波波的南下為台灣帶來禍強互弱的冷空氣 在預報上氣象局會以台北市預估的低溫 將冷空氣的強度分為四個等級 當台北市最低溫預估低於20度 但超過14度時 稱為東北季風影響 14度以下但高於12度 則稱為大陸冷氣團 12度以下但高於10度 則稱為強烈大陸冷氣團 若台北市低溫下灘到10度以下時 則稱為寒流 當天氣轉冷時 氣象局會提心提醒大家注意氣溫的變化 預報資料顯示 近期將有入冬以來第一波大陸冷氣團南下 且這一波降溫屬於乾冷的天氣形態 輻射冷卻效應明顯 北部、東北部及東部地區整天溫度都較低 其他地區早晚較冷 中南部地區日夜溫差比較大 冷空氣影響期間各地大多為多雲稻晴 近東半部地區可能有一些零星短暫雨 但出現的時間跟範圍都不大 最後也請大家隨時注意天氣的變化 適時準備保暖的衣物以及雨具 避免著涼囉 中央氣象局關心您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